黃靖秋說他的硬材 硬材是要用什麼樣的肥料煮起來比較不會黑 照理來說應該是 煮的時候加什麼東西比較不會黑 我的感覺是這樣 肥料和他這種就是比較不會黑 心想很密切的關係 其實有人有其中的一個公法 簡單來說 只要他比較容易變黑 你要知道是一個 簡直說他很容易變黑的原因 這應該是這個肥料 比較薄 比較薄薄 那麼他比較薄薄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 很容易把他變黑 那麼因為硬材本身 他是這個綠色綠色 綠色的是這個葉綠素 葉綠素是一種的一個蛋白質 那麼在這種葉綠素在這個翻炒 在你在炒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比較容易破壞掉 他就比較容易破壞掉 那麼他這個通常 他就比較容易破壞掉 他就比較容易破壞掉 比較容易翻黑 這是他本身的一個這個 那在你在炒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水分的一個流失 這個肥料呢 有時候你看起來 其實他不是變黑 有時候是因為水分流失 水分流失掉的時候 他那個葉綠素的濃度的變高 所以其實他是變成墨綠色 你看起來就不會清脆 所以你會覺得他是這個變黑 那麼還有另外一種情形 是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我們的血液當中是這個 鐵 鐵 那葉綠素的地方是什麼東西 葉綠素的地方是一個煤 他要刪成這個 這個葉綠素的時候 他需要一個東西去幫他幫助他 這個東西就是鐵 所以如果 鐵的反應比較多的時候 有時候 因為這個 原地是綠色 現在去碰到這些高鐵的這個東西 有時候會比較容易變黑 那麼為什麼這個高鐵 鐵會造出來 就是在他的細胞的那個間隙裡面 他大量的流失 所以 和你說這麼多 其實我還要跟你說的 就是說 會變黑是正常的 但是就是說 為什麼比別人更容易翻黑 就是說 我們現在先拋除掉那個 烹飪 煮的這個 技術比較不好 比如說平平都是這個技術 你注意看很多在炒硬材 他們有的是 有的是一家這個水 很大腳的 然後硬材下去 快速快速汆燙 那麼專業在炒硬材 其實他會用小蘇打 就是用一點鹼 小蘇打 在那個熱水裡面 那麼你硬材過 過了之後 這股肉 沙茶牛肉 炒硬材很好吃 稍微拌炒一下 那種硬材就特別漂亮 有的沒那麼辛苦 有的沒那麼辛苦 但是呢 他在洗硬材的時候呢 他就把它剪給夾在裡面 就是說你看他一整 整腳洗好在那裡 是這個最重要 他會加一點鹼 那麼加一點鹼呢 他會去固定那個鐵 就不讓他跑出來 所以炒起來就比較不會黑 所以你會看到 很奇怪 我們自己的炒 比較不會那麼硬材 所以 他的炒 最主要 他應用最大 最大 其實 就是這個關係 這個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說 炒比較不會黑 在在煮的一個過程 在在煮的過程 就是一點點 一點點小蘇打 還是酸也可以 可以把這個 就能夠把它給固定 稍微能夠給固定住 那麼你要知道 這個硬材 他本身是一個 鈣含量很高的 這個素材 所以他如果是有輕微的缺鈣 他的中焦層 就細胞跟細胞中間的連結 就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麼那個膠還會比較軟 很像 簡單說比較不鬧 為什麼這個會缺鈣 這個鈣會比較不足 就是因為你蛋肥太多 那麼蛋肥太多 那麼蛋肥太多的時候 鈣會比較力不夠 鈣比較不夠 那麼就會產生一個現象 就是你細胞跟細胞 細胞的肩質 很容易破裂 那破裂的時候 那個鐵就很容易跑出來 所以那個硬材 沒有炒就變黑了 因為鐵這個部分 就會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呢 要怎麼可以 倒肥 讓它比較不會這樣 比較不會這樣 容易變黑 那麼簡單來說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就是說 你在這個肥料裡面 要注意鈣的這個補充 那麼鈣就是有 我都用硝酸鈣 你都用硝酸鈣 硝酸鈣還是硝酸氨鈣 那麼這個時候 它有可能會缺一點鈣 所以這個鈣 這個鈣 這個平衡 這就相當的一個 這個 相當的一個重要 這個基本上是 這種的一個 這個得力 那麼所以這在這裡 讓你稍微做一個 了解到就是說 在這個肥料裡面 你看你是用什麼 這個大體上 是什麼 那麼一般通常 在我們稍微熱 比如說 這個時候 不是特別熱 不是特別熱的時候 我們從這個涼涼 熱變高 正經如果很高 它那個 空心菜在大比較慢 硬菜在大比較慢 也不一定會硝 但是 它在開始 在肥溫的時候 這個時候 硬菜在炒最過硝 因為黑暗天 要的黑暗天 還有溫度 要有溫度 的時候 這個蛋的效益 就很高 但是日照不足 所以它的蛋的累積 這個在做物的這個提來 所以這種肥料會比較軟 所以通常在這個黑暗天 你就要再給一點吃 譬如說 你在肥面 讓它一點點咬 這個表面也好 還是說像這個土腳底 注意吃肥的這個補充 因為很多這個 都會知道說 南一層白肥 這個硬菜 它大了很好吃 但是你白肥用太多 就可能 吃的這個量 比較不足 所以這大概是 這種情形 所以這 看法就是 你看在這個肥料方面 這個條件 那麼 在這個肉層 你要用 就是 只有在比較高溫的季節 你可以用 因為那個 油塑下去 它有一個 它會比較慢 萬幾天 所以當 當它表現出來的時候 你如果在肥溫的時候 它就沒辦法隨意表現 它就可能會 三性 這個蛋肥過高的這個情形 那麼淡肥比較高的時候 它就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出現到這個 淡肥比較高的時候 它就 很容易出現的這個問題 就是 這個胸胃頭很容易 容易缺鈣 還是怎樣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方法 所以呢 大概是 這種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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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概 是這樣 還有一個就是 你採取的 時間 採收的 時間 或是 譬如說 它太過了 那種硬材 也很容易 摩摩 所以大體上呢 就是說 我們去給它 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大體 大概是 這種的 這個 這個 情形 所以呢 基本上是 這種的 這個 得力 大概呢 是這個情形 我們和朋友 做這些 參加 那麼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啊 嗯 感谢观看